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几个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首先 现代汽车在印度的IPO首日就遭遇股价下跌2% 这一冷淡反应让许多投资者感到意外 尽管这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IPO 但零售投资者的冷漠似乎揭示了对未来增长的担忧 面对马自达灵木等本土品牌的强劲竞争 现代汽车能否在印度这个潜力市场中逆风翻盘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伦敦地铁 维多利亚县的噪音竟然比音乐会还要大 通勤者面临的噪音危机引发了工会的关注 甚至导致了罢工投票 随着噪音问题不断升级 政府和运营方是否能迅速采取行动来改善乘客的乘车体验 成为了当前的重大挑战 最后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限制措施正在进行最终审查 这些规范旨在阻止敏感技术流入中国 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随着政策的推进 这将如何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 以及全球科技产业的格局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为您深入解析几篇重要的财经新闻 旨在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市场动态 和背后的深层逻辑 首先 我们来关注韩国汽车巨头现代汽车 在印度市场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情况 这条新闻由CNN报道 现代汽车印度的股票在上市首日下跌了2% 这对公司和市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 股票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开盘价为 1934卢比 低于发行价1960卢比 不久后 股价进一步下跌至1920卢比 这次IPO是印度史上最大规模的IPO 但零售投资者反应冷淡 主要是由于定价问题 导致市场未能如预期般热烈响应 现代汽车作为印度的第二大汽车制造商 占据了15%的市场份额 此次IPO募集了33亿美元 尽管超额认购两倍 但主要依靠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与市场领导者马兹达林木相比 现代的市值明显较低 分析师对于两家公司适应率差距缩小的现象 表示担忧 现代本次发行的市盈率 为2024财年收益的26倍 与马兹达的29倍市盈率相差无几 现代汽车将印度视为至关重要的增长市场 以在当地投入巨资 并计划在未来10年再追加40亿美元的投资 印度不仅是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 也是现代汽车第三大收入来源地 几年前 现代汽车在印度迅速崛起 许多消费者因为其价格合理 且性能可靠而选择现代汽车 随着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 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为现代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然而 这次IPO的冷淡反响让人意外 很多分析师认为 市场对现代汽车未来 在印度的增长潜力感到担忧 尽管现代汽车的投资计划雄心勃勃 但本土品牌如马兹达林木的强势表现 令现代在争夺市场份额时面临激烈竞争 现代需要在品牌形象和消费者信任上加倍努力 未来几年可能是现代能否在印度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时期 随着环保和智能汽车需求的增长 现代也许能通过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赢得消费者青睐 总之 尽管现代汽车印度的IPO首日表现不佳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未来暗淡无光 随着印度的汽车市场的扩展 现代仍有机会在这片充满潜力的土地上 续写成功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伦敦地铁的噪音问题 这则新闻由BBC报道 着重描述了伦敦地铁某些路段的噪音 已达到甚至超过音乐会的音量水平 特别是在维多利亚县的某些区段 噪音达到112.3分贝 超出了工作环境的法律限制 这些情况引起了地铁工会和乘客的极大关注 工会指出这种噪音是由于轨道维护不足所致 部分地铁司机甚至选择降低车速以保护听力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 伦敦交通局TFL采取了短期措施 如提供耳罩 并计划通过轨道摩销减少噪音 然而问题的根本在于资金和优先级的分配 工会和一些议员呼吁政府增加对地铁维护的投资 以解决噪音问题 黄家龙人协会表示 持续暴露在如此高的噪音水平下 可能对听力造成损害 他们建议通勤者佩戴降噪耳机 TFL承诺将继续努力改善噪音和振动问题 并希望能够与工会合作 避免罢工带来的影响 最后我们关注一则 影响国际关系的重大新闻 这条新闻来自CNBC 介绍了美国提议 对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 实施限制措施 这些措施正处于最终审查阶段 可能在近期发布 美国财政部将要求 对涉及人工智能 半导体等敏感技术的投资 进行通知 这些措施是拜登政府 为防止美国资本和技术 流入中国助力军事发展的努力之一 这一提案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和中国的技术竞争 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前财政部官员劳拉·布莱克指出 这一举措不仅考虑到国家安全 还可能与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相关 美国政府也在寻求公众和企业的意见 以更好的定义 这些限制的范围和适用性 这显示出 他们希望在政策制定时 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自2022年10月以来 美国已经对中国 实施了严厉的出口管制 限制其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 这些措施 无意对中美经济关系 以及全球科技产业的格局 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企业和投资者 面临新的挑战 需要重新评估 其在中国的投资策略 对于那些希望在中国市场 寻找机会的企业而言 未来的道路将变得更加复杂 在遵循政府规定的同时 保持商业增长 将是他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总结而言 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措施 正逐步成型 这不仅影响两国经济关系 也可能对全球科技产业 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政策的推进 未来的发展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感谢您收看本期股市分析 我们将持续关注全球经济动态 为您带来最专业的解读与分析 下期节目再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现代汽车 Handay Motor Company 是韩国的一家跨国汽车制造公司 成立于1967年 总部位于首尔 作为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现代汽车 在全球汽车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并在多个国家拥有制造和销售网络 公司致力于生产多样化的汽车产品 包括轿车 SUV 卡车 以及巴士等 现代汽车 最初是由郑州勇创立的 起始阶段主要以建筑工程 和重工业为主业务 1968年 现代汽车与福特合作 推出了第一款汽车 Cartina 这标志着现代汽车 进入汽车制造业务 1975年 公司推出了第一款自主设计 制造的汽车 Pony 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款国产汽车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现代汽车开始扩展到国际市场 1986年 公司在美国推出了XL车型 凭借其价格优势 进入了美国市场 随着在国际市场的扩张 现代汽车逐渐增强了自身的产品质量 并开始重视品牌形象的提升 1999年 现代汽车收购了韩国另一家汽车制造商 奇亚汽车 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份额 进入21世纪 现代汽车加强了对创新技术的研发 尤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投入大量资源 进行研究和开发 公司推出了多款电动车型 及混合动力车型 以迎合全球对环保和节能的需求 例如2016年推出的IONIC系列 成为全球第一个提供混合动力 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三个版本的车型 现代汽车在技术研发方面持续投入 专注于自动驾驶 智能网联 氢燃料电池技术等前沿领域 公司投资于智慧交通解决方案 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移动提供商 2019年 公司宣布成立新品牌 IONIC 用于开发和推广旗下的电动汽车产品 在全球销售方面 现代汽车拥有强大的市场份额 特别是在美国 欧洲 印度 和中国等地 公司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策略 成功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此外 公司还专注于提升售后服务质量 以增强品牌忠诚度和客户满意度 根据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代 现代汽车的年销量稳定在数百万辆 其中 电动和混合动力车型的销量逐年增加 显示出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 具有强劲的增长潜力 公司在全球 拥有多个生产基地 和技术研发中心 并持续拓展 其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市场布局 总之 现代汽车已经从一个地方性企业 成长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领军者 通过不断创新和业务拓展 保持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和智能出行的需求增加 现代汽车未来的发展潜力将更加广阔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